致力民生 新闻力量 半多元定制家具 延期俩月仍迟迟不到 我着急入住啊 你给我退款吧 她说退款行 但得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我说行 我也等着 说好退款又是一波三折 钱还没到账 店铺已停业 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轿车路上自然 有人拎来灭火气 有人拉来一车水 爱心救援太给力 餐馆暖气突然爆裂 热心顾客自发帮忙 老板一个举动备赞讲究人 双向奔赴有多暖 都市朋友圈马上刷 持续关注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 11月9号 辽宁新增4例本籍退者病例 其中沈阳报告2例 盘锦报告2例 新增1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安山报告1例 辅顺报告1例 丹东报告4例 朝阳报告1例 盘锦报告4例 葫芦岛报告5例 沈阳11月9号报告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是行业重点人员筛查及同住人员密接核酸检测中发现 相关的信息已经发布 今天沈阳部分区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我们记者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核酸采样点 网格源加物业 微信加大喇叭 固定采样点加流动点位 让核酸检测快捷又有序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控 疫情排查 保障社区安全以及居民的健康安全 从11月9号一直到11月11号 沈阳市和平区将开展连续三天的全民核酸检测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道幸福里社区所属的小区之内 在我旁边就有一个核酸检测点位 刚才我们也注意到 一直是陆陆续续有人来到核酸点位进行核酸检测 这两天核酸检测都做没 做了 天天做 感觉排队时间长不 这多不 不长 现在做核酸银挺少的 到了就能做 前这么去起码的 还得去外边什么的 然后现在在这圆区就能做 多好呢 而且没有具体可能感觉也安全 肯定是这样 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不错 我们接到了和平区防止的核酸检测通知 是从11月9号到11月11号 连续三天的全民核酸 然后我们立即做了宣传发动 利用微信群 然后网格员宣传 各园区的山长五元专班 还有楼长 单元长 广播 然后来进行宣传发动 让全员核酸不漏一人 应检尽检 配合全民核酸检测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需要大家去注意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确保做核酸 使人群不聚集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下楼做核酸 相对比较困难的人群 到底如何完成核酸检测 第三就是能否保障 每一个人都知道核酸检测 然后做到每一个应检必检 为此和平区的很多社区 也做出了相应的 针对性的措施与努力 设置了两个常态化核酸点位 和常个流动点位 这样的话可以使大家分流 即使在早晚的高峰期 大家也不会排队很长时间 不方便核酸检测 就是不方便下楼的这些人群 可以在社区预议 我们辖区像这种不方便下楼核酸 大约有不到20户居民 然后这两天 我们已经安排了上门核酸检测 这两天已经全部检测完毕了 接着我们来关注 其他城市的防疫信息 11月9号 安山在狱外返回人员 例行核酸检测中 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居住在海城市 已经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 隔离医学观察 主要活动场所 包括耿庄镇 北耿村委会核酸采样点 耿庄镇大吉 耿庄镇新新批发部 耿庄镇国际能源加油站 和以上活动场所 相关的人员请立即报备 安山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通告 从11月10号零点起 解除安山市铁锡区 部分区域的静态管理 铁锡区全域转为常态化管理 今天起 安山各条公交线路 有序全面恢复运营 朝阳警控中心发布疫情通告 11月9号 朝阳市龙城区 在行业重点人员 返港前核酸筛查中 发现一例核酸异常人员 朝阳市防止 按照科学精准防控的要求 进行了紧急的处置 相关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已经落实隔离管理措施 疫情仍然没有结束 所以希望大家守好自己的安全 这也是守护大家的安全 守护城市的安全 眼看着明天就是双十一了 不光线上促销发力 这线下实体店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线下促销活动 和线上打起擂台来了 这个促销活动到底多给力呢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双十一是属于电商购物的狂凡节 把想买的东西先加进购物车 在活动当天拿着手机蹲点下单 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规的操作 那与往年相比 今年双十一最大的不同 实际上有很多实体店铺 也加入到了双十一的促销活动当中 也发起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 吸引消费者到店购买 我不太去用那个东西 然后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满减的这个东西 所以还是觉得线下比较靠谱点 现在线上双十一的规则呢 也是越来越复杂 想优惠券凑满减运售等等 各种各样的促销规则 也是让消费者十分头疼 而跟线上促销相比 线下促销活动不仅能看得到商品 而且随买随取货 不必再恰着时间来付订金 付尾款和眼巴巴的等着发货了 那我们注意线下来看呢 更多的是以体验场景 就是说我们有些顾客 去买一些商品的时候呢 到我们店里面 他更能顺利其境地去体验到 每一个商品的功能 因为我们更多体现的是人服务人 让商品能够说话 让商品有温度 就是增加我们的体验感 看到食物 是买了些的方式 通过及时零售的方式 满足本地消费者 又快又省钱的需求 那也让部分的消费者 更倾向于在线下实体店来购买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沈阳某实体店 看到今天虽然不是周末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消费者 在商场里选购新银的商品 那我身后的收音台 也排起了队伍 然后很多消费者跟我说 与其花时间去研究线上的规则 不如直接来线下购买 更加简单和直接 每天的客流 周间的话 大概在3000到5000人左右 我们双休日到节假日 我估计是双休日 今天是星期四 如果说这个双休的话 我估计会突破2万人 销售来看 我们周间 大概在500万左右上下 我们可能在大的节点 可能会突破3000万 单日 因为那个线下应该摸得着 看得到 所以说更真实一些 线上线下线下同价 有可能那线下会出现一些 那个优惠券 现实消费会更便宜一些 所以说就来买了点东西 这有那个大通消费券吗 正好咱们本地也有消费券 对对对 那您对比过价格吗 线上线下价格有差别吗 应该用完消费券 线上能便宜点吧 感觉线下更便宜 对对 因为线上买的话可能是需要好 等上每天线下账 他买完就拿到手了嘛 就是比较快 所以更倾向于线下购买 对对对 这大伙都有经验了 每年双十一 咱们都能看到各种类似 什么全年底价 聚会特卖 这种促销广告铺天盖地 商家的促销手段呢 也是乱花见于民人眼 什么预售啊 满简啊 红包啊 优惠券啊等等 再加上主播推荐 种草视频 安利软文 接种而至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 买它买它 哎呀 我估计头脑发热 把理性消费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我就想拥有它 其实越到这个时候 大伙越要保持清醒 理性购买啊 不要跟风 接下来这份双十一消费提示 请您一定来查收 在双十一网络集中促销活动来临之际呢 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月9日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了双十一消费提示 其中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们 要弄清规则 理性消费 在商家以打折优惠券 满简红包等方式促销时呢 消费者应该仔细地阅读 商家的促销活动规则 注意优惠券的使用 红包的使用限制条件等等 同时注意对比该商品 平时的销售价格 甄别低价 是真实惠还是设套路 避免落入价格陷阱 平时我觉得 才能双十一活动也挺麻烦 我也不咋弄这些东西 就是线上的 对对对 麻烦在哪您觉得 就是那活动都挺乱的 然后还得每天急 急这个急分啥的 然后还得花挺多时间去整 然后也捡的不是很多钱 就钱一点 就得不偿失 就之前买个扫地机器人 然后就是双十一 参加完活动 整挺麻烦 然后过了双十一之后 发现它那个还便宜下去了 比我那个当时买的还便宜 那建议各位消费者 在网络购物的同时呢 将促销活动的规则 商品展示图片 与商家的聊天记录 以及商品订单页面等资料截图保存 作为消费维权的证据 如果发生消费争议 可以与平台或者是商家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 或者是登陆全国12315平台 进行投诉 遭遇网络诈骗时呢 应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以前买一件两件就能打折 现在都得买八件九件 就是比较得买多吧应该是吧 线上虽然便宜但门槛比较高 对对对对 同时良酒水市场精动管理局 还提醒大家要防范风险 安全购物 建议消费者选择相关征兆齐全 交易规则完善 经营规模较大 幸运良好 售后有保障的商家 通过短信呀 网页弹窗弹出来的这个购买链接呢 大家就不要去购买东西了 其实这个双十一有一些东西 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网购达人 平时他都了解这个东西多少钱 一看双十一搞活动确实便宜 我赶紧下单 所以咱们一定要按需购买 量力而为 你不要一听低价爆款 拍一就是赠多 马上就迷惑了 咱们得擦亮眼睛 仔细比价 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你需要的 也确实便宜了 那下单 如果不是刚需 咱可别头脑一热 情绪消费 也尽量别囤太多 我同事两年前买的那个纸巾 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理性消费 用不上的东西 再便宜 它也是一种浪费 对吧 接着问大伙一个问题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 不管是在幼儿园 还是在小学 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 可能都碰到过 如果自个家的孩子 被别人给打伤了 你会如何处理呢 最近江苏南京 有一起孩子打闹引发的事件 成为了全国热点 这个事件发酵于一段视频 咱们先来看一下 能看到 这个居民家里的监控拍到的视频 一个小男孩 一个站在那 你看一名男子 在对这个小男孩要说什么 突然间一个巴掌 就把这孩子扇在地上 看到孙子被打 一旁的爷爷急了 抡起凳子就向这个男子砸去 但是却被男子顺势推倒在地 双方究竟有多大矛盾 才会闹到这个地步呢 南京警方随后发布了一个通报 视频当中打人男子鲁某某 是某医院社会聘用制人员 当天上午呢 他的儿子在幼儿园和同班的男孩 争抢玩具的时候 被对方戳破了头皮 鲁某某呢 到对方家里边讨要说法 这个期间呢 他情绪比较激动 右手打了这个男孩的脸 结果这孩子仰面倒地 男孩的祖父 先后拿着塑料袋 还有这个木凳和这个鲁某某 发生了肢体的冲突 结果呢 被鲁某某推倒了 导致腿部骨折 目前呢 鲁某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本是两个 你看五岁的男孩之间的这个矛盾 但是却因为家长的不冷静 升级成了一个刑事案件 这件事也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有网友说 说孩子在学校 在幼儿园做错事了 你不能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 一言以蔽之 但是家长以暴制暴 这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尤其是你看前一秒 你还在教训人家 说你不能打人 打人不对 下一秒 你就把这五岁孩子删倒在地 这实在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 还有网友说了 说孩子在学校爱欺负了 爹妈肯定心疼 对吧 谁打自个儿孩子 谁乐意 这心情可以理解 作为家长 可以和对方监护人 来进行交涉 甚至是走法律程序 但是不能冲动 最后有理就变没理了 不仅没为孩子讨的说法 还让自个儿付出了被拘留的代价 这也给孩子的成长蒙上了阴影 是吧 那今天这个互动时间 咱们也探讨一下 大伙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的观点是什么 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你都是怎么来解决的 如果孩子被挨打了 挨欺负了 做家长的怎么做 是最适合的 最合理的 互动时间来说说你的经验 入冬温度下降 患有心脏方面疾病要留意 从现阶段的这个新等的发病年龄来看 逐渐成年轻化的趋势 哪些症状需及时就医 医生做提醒 反复咳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极牌补肺丸 六百多年的方子 甄选道地中药 蜂蜜古法密制 补肺益气 止咳频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完 肺部健康品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 干啥都给力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一出门真的有点意外 这个天又是浓郁密布 又是暖意十足 就好像遇到了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劈头盖脸降温之前 还不忍心 稍微给你点热乎气 不过这个温暖牌的冬天 已经屈指可数了 据说一场雨雪 已经在来辽宁的道上了 很快就会派送到家门口了 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很多市民朋友们跟我一样 没拉开窗帘的那一刻 以为室外已经开始下起了雨 但是打开窗一看 就是阴蒙蒙的天气 雨水还并没有下起来 其实立冬节期后 也并没有立刻给咱们 带来冬天的寒冷 那与之相反 11月的开局相对也是比较温暖的 那这种温暖呢 也是覆盖了整个11月的上旬 那今天呢 沈阳的温度呢 还是比较平静的 没有大幅度的降温 以多云呢为主 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天色不是很亮的 部分地区呢 会有阵雨飘落 但呢 还是不会影响偏暖的总体温度 现在呢 是上午的10点半左右 那刚刚呢 我也是看了一下 这个实时的温度监测 室外的温度呢 现在是13度 此刻呢 室外的风力不大 也是风平浪静 整体上来看呢 室外的体感呢 相较于昨天来说 只是多了一些 降雨前带来的适量感 就是那个 没有太阳就比较湿冷 但是还没有那么太冷 但今年感觉 入冬来得好像晚一点 不像每年这时候 特别的寒冷了 尤其入冬那一天嘛 还是个暖冬 立冬那一天是不 立冬不吃饺子嘛 所以印象特别深 我们今天出来 就觉得今天天 虽然有点阴 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 咱们照相拍照也很好 然后我们这几个同学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 退休了 出来休闲一下玩一玩 那刚刚呢也看了一下 那今天在公园里 溜溜的市民呢 还不少 那大家呢也都是趁着 最后的温暖 来公园里溜溜溜 三三步 运动运动 那温度呢 是比昨天降低了三度 整体变化呢 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其实说到降温呢 今天仅仅是个开始 那这周五呢 到下周初呢 省内将会迎来 更强劲的冷空气 也就是说呢 本周日和下周一的早晨呢 气温达到最低温啊 跌破了零下十度 寒冷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那所以呢 这两天有可能是 今年省内天气舞台上 最后的温暖了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那这几天呢 不管大家有什么 初心安排 一定切记要穿多一些 对啊 就是因为明天天气 预报要下降了 所以说我们就 赶快抓紧最后的温暖 来出来来拍照来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 已经很冷了 下雪了 但今年的这个时间 特别温暖 所以说我们也是 同学之间比较有幸 然后也挺 怎么说挺开心的 然后大耳机在一起 就一起出来玩了 那今年的冬天 北方首场大范围雨雪 将要来袭了 今天到12号 也就是本周六 我们北方将出现 京东以来首场 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那据中国天气网介绍 今天起到本周日 一股较强的冷空气 将影响我国中东部 在偏强的暖湿气流配合下 冷空气形成剧烈的交汇 将导致一轮明显的 雨雪天气出现 那本轮雨雪过程 持续的时间较长 范围广 部分地区强度较强 寒冷的冬天 真是说来就来 咱们趁着还有一两天 缓冲的时间 抓紧收拾收拾家里的衣服 防寒保暖的工作 可不能马虎了 每年冬天 咱们都有一个 格外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个冬天 到底是冷冬还是暖冬 是一件羽绒服 就能扛住寒风 还是出门都需要 勇气的那种冷 针对大伙最关心的问题 沈阳这个区域气候中心 也做出了预测 咱们来看看吧 沈阳区域气候中心 较常年同期零下七摄氏度 略微偏高 但具体来看 辅顺铁岭地区 与常年同期相比 会偏低0.1到1摄氏度 其他地区偏高0.1到1摄氏度 而降水方面 锦州 复兴 朝阳和葫芦岛地区 预计不足10毫米 辅顺 本溪和丹东地区 会大于30毫米 其他地区为10到30毫米 与常年同期相比 辅顺 本溪 铁岭地区 偏多1到2成 其他地区偏少1到2成 针对今年冬季 前期咱们辽宁 可能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天气 电力能源需求量增大 气象部门也建议 能源保障及电力供暖 交通部门要做好防御的工作 而针对今年冬季后期 辽宁可能出现强降雪的过程 气象部门也建议 防范期对能源保障 和交通运输部门 以及设施农业生产 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此气象部门也表示 他们将密切地监视 气候的系统变化 加强分析研究和会商的力度 及时提供滚冬 正定的气候预测结果 说实话 跟老天猜心的工作可不好做 虽然预测 京东咱们辽宁的平均气温 会比常年略微偏高 但是只有等到冰雪消融 草木萌生的春天 咱们才能准确地得出 这个冬天是冷冬还是暖冬 所以大伙还得是 请关注都市气象战 调整自个儿的着装 别被冷空气偷袭 咱们来个措手不及 说好要来的这场雨 什么时候到呢 冷空气什么时候到呢 都市气象战 来听小北说说吧 晚上好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战 我是小北 今年自从入冬之后 暖气团就格外地活跃 但是在东北的冬天里 冷空气是一定要展现出 它的实力的 所以一场雨雪 大风 降温的天气呢 也即将给大伙安排上了 其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段 咱们想虽然说是没有下雨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 视察机镜头来看一下 像现在呢 看起来天空当中 虽然夜幕已经降临了 但是很明显 都是雾气蒙蒙的 此刻呢 咱们沈阳的空气湿度 也是非常的高 可以达到80%以上的 所以空气当中 总有那种湿凉的感觉 而且到了现在的这个时段呢 咱们沈阳的温度 已经来到了12度了 肯定要比白天的时段 体感温度下降的比较多 如果您白天只穿了一件 卫衣的话 那晚上出行 一定要记得多加一件外套 今天白天呢 是温度不低 大家的外套 确实都有点穿不住了 而且呢 又重新的感受到了 秋季的舒适 也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 气温高 再加上没啥风 基本是处在一个静稳的状态 今天不少的地区 都是雾气缭绕的 早间本溪飘起了小雨 雨量不大 但是呢 体感也不凉 有一些烟雨江南的意思 但是雨后呢 湿气散不堪 也是生出了一些水气 看起来就雾气蒙蒙的 一场雨雪天气 也是即将上演了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咱们省内只有大林和丹东 这两个城市是多云 其他的城市呢 都将会出现真雨 或者是小雨 其实雨量不大 而且分散性是比较强的 这只是这场雨雪天气的 一个小分队啊 明天白天呢 咱们省内的气温 还会有所升高 全省的最高气温 会达到13度到18度之间 像早间的最低气温呢 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 5度到13度了 确实是比较暖和 所以建议明天 如果出门不太早的话呢 外套千万不要选择的太厚 肯定会中午前后 有一些热的 而且呢 也是建议明天 大家晚上一定要 尽早的回到家中 因为明天的夜间开始呢 将会是这一场雨雪天气的 一个主要时段了 省内绝大部分地区呢 都将会陆续的转为到 中雨到大雨的量级 随后呢 会出现雨加雪 或者是雪花的程度 气温也将会出现 迅猛的下降 其实这两天呢 咱们省内的天气舞台 变化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提示各位啊 一定要记得 及时地关注天气预报 那目前室外的情况 就是这些了 更多更详细的天气情况 可以关注我们 下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战 来看一下 各地详细的城市预报 北部明医 五刀秒除 甲状腺节节 囊育宠 0242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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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慢之 老肺病 老可喘 年年制 年年饭 厌毒心肺 同时调 慢病快制 不手软 02422767676 方大长白衣品 雪府县房 独岭和平湾 沈阳阵雨9到15度 大连阴转多云 13到16度 安山阵雨11到15度 辅顺多云转阵雨7到14度 本西多云转阵雨10到15度 丹东多云9到16度 锦州阴转阵雨10到14度 阴口阵雨转多云11到15度 复兴多云转小雨5到14度 辽阳多云转阵雨11到16度 铁岭小雨8到15度 朝阳多云转小雨5到18度 盘颈阵雨10到14度 葫芦岛阴转小雨10到15度 颈尖腰腿骨关节疼痛 就用血理成 医用冷肤高贴 面瘫面积精卵 病在肌肉 根在神经 修复神经是康复关键 北部医院专利从根治 02431517588 天一冷啊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就要格外注意了 不过你以为我是温馨提示的 是咱们电视机前的 咱爸咱妈爷爷奶奶 长辈们吗 其实不是 各位年纪轻轻的小伙伴 咱们也得上点心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 在逐渐的年轻化 怎么守护好你的小心脏呢 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每到这个季节呢 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寒冷本身会刺激人什么 多进食高脂类的食物 喜欢吃肉 另外一个呢 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鸡菜 酸菜啊 他都愿意去吃 这样的话呢 高盐高脂 这类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取 就会增加 体育锻炼之后减少呢 就会导致久坐家中啊 血脂增加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不利因素 天气逐渐转量 一些基础性疾病 以及心源性疾病 就会找上门来 在众多疾病当中 心肌梗塞 也就是心梗 一直是一种发病 非常凶险的突发性疾病 绝大多数猝死案例的原因 都是心源性疾病造成的 王主任告诉记者 对于心梗的预防和送医就诊 必须积极 而且现在心梗的发病人群 大有年轻化的趋势 他们接诊过的心梗患者 最年轻的只有28岁 从现阶段的心梗的发病年龄来看 逐渐呈年轻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呢 从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 都是偏老年人得心肌梗塞 但是随着这个工作的年限 发现心梗的年龄越来越提前 甚至有的20多岁 都有得心肌梗塞的 第一个呢 常见的危险是什么 精神压力过大 然后过劳 熬夜 打游戏 长期只喝碳酸饮料 然后呢 饮食不规律 暴饮暴食 这些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即使你年龄轻 它也会促进疾病发病率增加 我们更多的也希望 这个广大群众 广大百姓 也对这个心梗 这个药有所了解 它的发病趋势是成年轻化的 除了年轻化 以及生活习惯 王主任还告诉记者 有些患者因为在疫情期间 觉得来医院非常麻烦 所以选择自行处理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那如果说真的家里有人 有老人在家中突然直接感觉到剧烈胸痛 超过了15分钟也不缓解 而且明显到感觉和原来不一样的这种 明显的剧烈的胸痛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 还是应该求助120 求助我们的急救医生 让他去从家里帮你转运到医院 老人会顾忌 我在医院检测核酸 是不是要耽误很久 我是不是进门很费劲 实际以我们医院为例 很多大型医院 真正在门口检测核酸 包括一些基本的资料核实 不会超过3到5分钟 作为一个医生 我很希望什么呢 全民对急性心肌梗死 对冠心病的防病意识 能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疫情形势下 很多人的就医模式改变了 他更多的希望什么 依赖什么 依赖自媒体 依赖手机 去查一些相关疾病的消息 但是往往是很片面的 而且不能代表着病人 那个整体状况 容易导致什么疾病的诊断 延误 甚至当务最佳治疗时机 所以说什么呢 如果您真的有基础疾病 或者是说确实有问题 还是应该到正规医院 去正规就医 你看刚才医生一提 新个儿年轻化 我们导播间外的小伙伴们 都有点害怕了 医生刚才提那几点 对照一下 看看自个儿有没有 压力大 熬夜 打游戏 什么常年喝碳酸饮料 这几点检测一下 自个儿有没有这种坏习惯 改一改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咱们就开始 别总是熬最深的夜 喝最烈的酒 别以为养生这事只是老人家 我年轻 我没事 我使劲造 身体扛不住 再提醒一句 心脑血管疾病不能拖延 时间就是生命 感觉不舒服了 一定要及时就医 才能尽早地消除潜在的健康隐患 有一些矛盾 其实隐患是可以消除的 比如说今天你看咱们前面提的这个新闻 现在大家都在热议的 这个本来是孩子之间 幼儿园发生点小矛盾 但是结果变成家长之间的 这个刑事案件了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事情 该怎么来解决 请请留言 他说这个男子上门打翻幼儿的这个视频 我今天看了好几遍 我觉得应该是 把先发生孩子之间的冲突 和后面发生的这个大人打孩子 这个事分开看 就是前面幼儿园的孩子戳伤了同学 确实不对 你看那孩子后脑勺都戳破了 哪个家长都得心疼 伤人孩子的家长 应该第一时间上门道歉 这是必须要做的 但是很遗憾 我们没有看到这一幕 却看到了被打孩子的家长 上门讨说法 这也没错 但是情急之下打翻幼儿 这个事就彻底转折了 有理的一方便没理了 不仅没理还触犯法律了 所以我觉得孩子之间的问题 孩子解决 家长之间的问题 家长解决 孩子打孩子 顶多虽然是校园暴力 大人打孩子 那就是视强凌弱了 上门打人家孩子 更是错上加错 可能就犯法了 这个冲动的代价太大了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 这个事情往前头捋 最开始应该做的是 就是打人家孩子的 这个家长 是不是应该主动 先有这样一个态度去道歉 然后可能后面 这一系列问题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呢 这个视频出现以后 很多朋友也在探讨 就是说我们面对矛盾的时候 该用一个什么样 理智的态度去解决 有的时候解决 比解气更重要 对吧 你怎么看 也期待更多朋友来说一说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呀 都是怎么解决的 一万多元定制家具 延期俩月仍迟迟不到 我着急那个入住啊 你给我退款吧 他说退款行 但得就是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我说行我也等着 说好退款又是一波三折 钱还没到账 店铺已停业 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反复咳 弹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肺部游戏干啥都给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做人 奖良心 诚信 走天下 成立身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腱严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腱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乔天新居 这是一个让人期待满满的好事 通常来说 进家具是装修最后一步了 然后咱们就是挑个可心的好日子 搬家了 但是沈阳的崔女士 遇上件闹心事 卡在进家具这步了 她是从春天等到夏天 眼瞅着家具还迟迟没动静 于是她就想 那我退款吧 结果呢 从夏天等到秋天 眼瞅着都入冬了 这个事还没解决 这事到底差哪了呢 在顾家家具沈北店 花了将近一万三千元 购买了一套沙发茶几家电视棍 当时商家承诺 今年五月份可以上门安装 崔女士说 因为孩子上学 他们九月一日必须入住 考虑到新家具还需要放放味 所以双方特意约定了新的送货时间 她就承诺了 七月份肯定会来 而且每天给我千分之三 是百分之三 我就记不住了 反正最多是能总款的 百分之十 就是一万三 能给我一千三百块钱的补偿 崔女士说 延期安装的补偿金 她并不在意 她就想按时入住新房 但是商家并没有 让崔女士如愿 我说行 我就等到你七月份 到七月份的时候 她还没来 我说我实在是不感叹了 我上别人家买个样品吧 我用我着急入住 你给我退款吧 她说退款行 但得就是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我说行 我也等着 我说那我不过去了 我把那个单子寄给你行吗 那个顾家家居的那个销售 说行 你寄给我吧 我说我就把那个单子 给她寄过去了 她也给我说说收到了 按照顾家家居的要求 崔女士将自己 近一万三千元的订货单 快递给了顾家家居 审北店的销售员 但是退款的流程 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直到今年九月份 崔女士也没有收到 家居的退款 晚晚我就等 等到八月九月 还是没给我退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那忽然有一天就听说 说顾家那个跑了 代理商跑了 什么时候听说的 应该在九月末吧 崔女士告诉记者 目前顾家家居的 审北店已经停业 但是同一个代理商的 铁锡店还在营业中 于是她便来到了 铁锡店进行维权 都联系不上了 对对对 晚说现在是什么 工厂方面接手了 晚就是没发家居 给你退款是不可能了 但是家居可以都给你们补发 晚他们有单子的呢 就都给补发了 但我这个是单子没有了 晚我就跟她说 我说单子给你们寄回去了 因为崔女士曾经办理过退款手续 所以她的购物发票原件 已经返还给了顾家家居审北店 她手中现在只有发票的照片 没有原件 现在崔女士表示自己愿意退一步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是说 我不要求退款了 你把货给我也行 因为我这个钱花了 她说了 你是按我们这个流程来的 我们让你说得把单子寄回来 你才寄回来 大伙也听明白了 现在崔女士这个意思是呢 退款也行 发货也行 但这事你不能总是悬而不决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原经销商现在联系不上 好在这家家居公司 在沈阳还有指引店 那么对于崔女士 说的这么个情况 对方会给出 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来访当天 崔女士再一次拨通了 当初接待她的 顾家家居审北店的 销售人员电话 单子我也找不着 因为这些个单子 我们都回铺了 都放在一个箱子里 打包回铺了 那具体后续的事情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这边都已经 都不干了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 顾家家居 沈阳原经销商的电话 您好 请问是顾家家居的 那个沈阳代理商吗 我现在不是 你说吧 记者表明来以后 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 为了帮助消费者崔女士 解决问题 记者陪同她来到了 还在营业中的 顾家家居铁锡店 这个顾客 之前在整个销售过程中 把钱交给了 钱几央商 我不是 因为我 现在咱们这个店 是直营店 是顾家直营的 一个门店 那个直营门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还是一直都是直营 从应该是从15号 从10月15号 他现在这样的 他上回来我也跟他说了 我们总部肯定会 把所有顾客的销单 按照销单来给调完货品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 需要两个材料 就包括今天上午 我也处理一个顾客 需要一个销单 或者收条 但现在顾客手里面都没有 崔女士出示了手中的 消费单据照片 和消费的刷卡记录 但是商户却表示 他们必须见到原件 才可以给崔女士 办理调换货品 并补发货品 现在是我这边 帮她在沟通 跟钱商沟通 然后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说她这边 能把销单找到的话 然后我们这边 拿销单来店面 我们马上给调货 因为退钱也可以 退钱的话 只要找钱经销商退钱 对 我是对顾家 这个品牌的信任 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随随便便 找一个代理商来 就能代理 他跑了 我们顾客的钱 都打水漂了 我们冲的是顾家 这个品牌 并不是说冲那个代理 顾家像那个 我们因为没有订货 收损失的顾客有很多 但是我们大部分 都已经解决了 只是说个别的 而且是情况 情况很复杂 就是我今天 每个顾客的情况 都不太一样 这边也是 就在采访当天 消费者崔女士 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透露商户承诺 再给他们两天时间 会尽快找到销单 如果真的找不到原件了 会重拟一个协议后 尽快给消费者崔女士 办理补发货品的事项 消费者的做法 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第一 相关购物凭证收回 其实是经销商的行为 是经销商要求 消费者这样去做的 那消费者予以配合 这当然是合理的 第二 消费者 其实已经把相关的票据 拍照固定好了 那既然已经固定好 已经形成照片了 那相关这个形式 其实已经可以 作为辅助证据了 再配以消费者实际 已经花费相关的费用 已经支付相关的费用 一些微信的截图 支付宝的截图 包括或者说 银行卡消费记录 其实已经可以证明 这个事实的真实性了 至于说照片 是否与原件相同 因为这个原件 已经被经销商所回收了 所以原件是否与 照片是否与原件相同 这个责任是在经销商的 经销商应当 或者说商家应当 跟经销商自己内部进行确认 是否与原件相同 就在刚刚我们也收到了 崔女士发来的消息 国家家具今天给崔女士 重新拟定了一份协议 然后就准备给她补货发家具 虽然几经周折 好在这个事最终有一个 还算圆满的解决方案 这个纠纷尘埃落定 但是也给更多消费者提个醒 就是在消费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保留好购物凭证 不发生纠纷的时候 肯定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要是真出点岔头 这就是日后维旋的证据 有了矛盾该怎么来解决 我想这也是考验人智慧 今天咱们说了 现在大家都在热议的一件新闻 孩子之间发生矛盾 结果变成家长之间起了冲突 这个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更合适 看看大伙的经历 老秦留言 他说这个事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过 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小 孩子和同学撕拔起来了 他个头大把对方给打伤了 胳膊扭了 老师给我打电话 我和我媳妇第一时间赶到学校 给老师跟老师了解情况 放学又带着孩子上门道歉 我还不等人家家长说啥呢 我先给我儿子两脚 我给他踹趴下了 然后我给我儿子一顿骂 我们两口子给人家孩子又拿一腰费 结果你看对方家长 这个气当场笑一半 这个虽然说还没有完全原谅我们吧 但是后面这个事就可以坐下来谈了 现在这俩孩子还是朋友 回想起来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自个儿的孩子有问题 一定要自己先管教 不要等别人动手 这也是我的心得吧 我特别赞同这个老秦的做法 他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这个很多矛盾的产生 错就错在当事的家长整反了 你看老秦说了 自个儿的孩子有问题 自己先管教 很多人整反在哪呢 我孩子打人了 我孩子平时不打人 我孩子打得不疼 我孩子没什么事 就很多人他必 这可能作为家长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 其实犯了一个错 那你孩子犯错的话 这个作为家长 一定是要肩负起管教孩子的责任 这是不能推卸的 柴米油言说了 灵灵你好 这个话题我这几天也关注了 也和家里人在聊 他说我们觉得呢 大人上门打一个五岁的孩子 这肯定不对 但是事出有因 他自个儿的孩子被打了 挨欺负了 当父母的心里肯定难受 那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分情况 如果是幼儿园 或者是小学低年级 这谈不上校园霸凌 这可能也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时机 我儿子一年级的时候 遇到一个淘气包小霸王 我就告诉孩子啊 他不只欺负你 他也是到处聊闲 这样的话大家都不喜欢他 你要大声地告诉他 这么做不对 我儿子开始躲着他 远离他 后来呢 小霸王也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 慢慢有了改观 其实孩子会长大 有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朋友 家长保护他们的同时 更要教会他们成长 的确啊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的孩子 是挨欺负的一方 作为父母 是一定要站出来 为孩子撑腰 这样的话 孩子会感受到安全感 但是如果你是 动手打人一方的孩子 父母是必须要承担起 教育孩子的责任 同样不能推卸 这是分开讲的 各位怎么看 我们期待更多朋友来参与 轿车路上自然 有人拎来灭火气 有人拉来一车水 爱心救援太给力 餐馆暖气突然爆裂 热心顾客自发帮忙 老板一个举动 备赞讲究人 双向奔赴有多暖 都市朋友圈马上刷 小伙爱抠鼻子 突然流血不止 上发鼻子有很多坏处 比如说有鼻毛脱落 阻碍了这个 鲜毛毯的一个屏障 再有就是反复挖鼻子 可以造成鼻青丁炎 还增加了鼻炎鼻豆炎 这种可能性 挖鼻孔有啥危害 秋冬季缓解干燥不适 有方法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解剪传下去 中国万年服 剪养得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空气中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 街上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菜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在锦州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 新北方有三沟多粮箱 特约播映 身份证对我们来说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证件了 身份证号码 是不是都能背下来 倒背如流 张口就得来 但是前不久 沈阳市公安局 大东分局的民警 在对惠民社区 进行日常巡逻走访的时候 在辖区里的一家物流企业 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对方不光丢了身份证 还记不清 自个儿身份证号码 面对民警的询问 这名男子自称姓顾 从老家出来打工三十多年了 当初携带的一代身份证 早就丢失了 自己也记不住身份证号了 为了查清该男子的身份 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 进行进一步调查 了解沟通过程当中 他本人指数 他已经92年给他出来 年轻时候跟家里夫妻 然后出来打工 就一直在内蒙 基里那边打工 后来他身份证丢了 手机也丢了 最开始是不想回家 现在这几年 年龄越大 他想回家 但是现在回不去了 顾先生称 他在外这么多年 其实一直都牵挂着家人 只是没有颜面回家 这几年 他也曾试着找过家人 但后来听说 家中老房子已经拆迁 自己也始终没有联系上家里人 民警在跟顾先生沟通时发现 他为人老实本分 且不善于表达 虽然回家的念头 在他心里营绕了很久 但几乎不与别人倾诉 也没有主动寻求过公安机关的帮助 这次通过与两位民警的交谈 才让他下定了决心去寻找家人 根据他提供的地址 我们跟着三中省济南市 四中区卫庄派遥所 跟民警局的联系 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他家人 跟母亲八岁还见债 我就跟着弟弟同意电话 加着弟弟微信 在10月26日当年下午 三点多钟那时候 我就返回物流 然后我把他本人交到身边 我让他与他弟弟 那个视频见了个面 然后他当时没有运动来他弟弟 但他弟弟运动来他了 谢谢那个公安机关把你找找 谢谢公安机关 家里一直在找 我人家一直在找 给他做了第一个月 报了四中 做了母亲第一个月 怕了人家就没了 不在世了或者什么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 把我给你找到了 我全是激动 全是激动 虽然顾先生联系到了家人 但是民警的帮扶并没有结束 由于顾先生的一代身份证 已经丢失 按照规定 在没有一代身份证的情况下 如果办理二代身份证 必须回到原级办理 而顾先生没有身份证 又没法乘坐火车回家 警方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与相关部门 进行沟通 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下个后续好好开展工作 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心愿 与他失散 三十多年的母亲 弟弟见面 然后我们那边 也来联系 极力努力联系 接住门和救助部门 正要得早日回家 与家人专具 正要感谢咱们民警的细心 过去的三十年 对顾先生和家人来说 都是不轻松的日子 顾先生在外面 风餐露宿 打工赚钱 带着牵挂着家里的老妈妈 而家人呢 一次次的报案 寻找 比对DNA 无法想象 他们经历了多少次失望 可能每一个 和家团聚的春节 都是他们内心 隐痛的时候 如今伤痛 终于有了弥补的机会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到亲人身边团聚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矛盾 家都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但凡妈妈来喊你吃饭 那都是中国式的 隐晦的道歉 这个事咱翻篇了 过日子指定 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但是别动不动 就离家出走 自个儿的家人 哪有什么隔夜愁呢 不管什么时候 要相信 家人永远是我们 最坚强的后盾 遇上轿车自然的危急时刻 周围路过的车辆和行人 也成了司机最温暖的后盾 都市朋友圈刷新每一天 都说大火无情 人有情 前天发生在四川成都的一次意外火灾 就印证了这句话 一辆轿车在路上突然自燃 烟大火急容易出大事啊 危急时刻不少人都来帮忙了 没有灭火器有人送 没有水有人给 附近的大罐车司机 拉着水袋就过来灭火了 各种陌生路人开启了暖心救援模式 最终帮了大忙 火灭了安全了 这波救援太给力了 正能量足足的 突发意外 自己哥在场肯定是发梦 要是大伙给帮忙 情况就不一样了 上面的车辆自然是大伙帮的忙 下面的暖气爆裂 大伙也出手了 同样是陌生人 前几天黑龙江黑河一家饭店 暖气突然爆开 滚烫的热水瞬间喷出 这是要变水帘凳啊 屋里的顾客正吃饭呢 吓一跳 可下一秒 大伙不是躲事走人 而是一起上 用东西堵住热水的 拿工具维修暖气的 总之就是各种帮忙 最终解决了问题 说到这儿表扬必须有 可还有下文 你仗义我也不能差事 饭店老板决定全场免单 谢谢大伙 这是妥妥的双向奔赴啊 陌生人之间的真情实义 太感动了 啥也别说了 大伙举杯走一个吧 都是讲究人 上面的老板免单请大家吃饭 下面的大学上课 请学生吃罐头 这个就是我们海洋之间 开发技术专业的一个课程 叫学产品在我公民 制作杂鱼罐头跟家里 差不多正常的把鱼处理好 然后进行一个油炸的过程 最后做成的罐头 就可以直接食用 大伙看明白了吧 做好吃的不用回家进厨房了 直接在大学课堂上就搞定了 还是同学们一起研究 一起操作 一起开造的 真香啊 看这炸的金黄的小黄花鱼 不咬都能感觉到满嘴的酥脆和鲜亮 这神仙课堂太让人羡慕了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纷纷留言 想来蹭课吃鱼 真是太欢乐了 别人家的大学课堂有趣 伙食不错 沉浸室开发美食能欢乐多多 也兴许惹祸 上面的学生亲手做炸鱼罐头 下面的爸爸带瓦体验烤红薯 可过火了点着一大片 原来侯先生八岁的儿子要写作文 内容就是和烤红薯有关 可孩子没试过也不知道咋写呀 估计就求助了爸爸 于是乎一个实验性课题就诞生了 走 上农村地头体验烤红薯去 可没想到当天风大 爷俩也没啥经验 一个不留神 引燃了附近的劫杆 一大片全着了 随后他们报了警 当地村民和消防也赶来帮忙 最终才控制住了火情 闹剧才算收场 这个事儿让小编咋说呢 体验生活积累作文素材是好事 可惹出大祸就是你的不对了 毕竟是安全第一 带孩子体验生活 要安全又快乐 浙江清华的一家人 就做得特别好 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说是一年中最色彩斑斓的时候 户外各种树叶纷纷飘落 红色 黄色 绿色混合交织在一起 把喜欢做手工的孩子们高兴坏了 那家长们必须得配合呀 树叶大赏走起 家住精华的七岁女孩就和全家人一起来了个DIY周末 先是剪树叶然后再花费半天时间 用树叶给七岁女儿做了一件绝美的孔雀衣 老有成就感了 Happy Hour成功 今天的都市朋友圈就是这些 如果您遇到感人事有趣事生气事难忘事 只要够精彩赶紧将图片视频联系方式 发到新北方都市朋友圈邮箱 稿筹丰厚欢迎投稿 都市朋友圈刷新每一天 咱明天接着了 孩子和孩子之间发生矛盾了 作为大人该怎么来处理 今天咱们说了这么一个 大家都在关注的新闻事件 引发了一个话题的讨论 其实看似是孩子之间的矛盾 反映的却是我们成年人 处理问题的一种智慧和方法 看看大家的经验 小月说了 小孩子大家很正常 不管谁受伤了 吃了多大的亏都要理性对待 轻者咱们可以通过老师调节 重者走法律程序维权 如果以暴制暴 那么你就先成了违法者 本来有理了 结果没理了 犯法了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平时也要告诉孩子 我们不主动攻击别人 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不要被别人侵害 的确啊 这个输 这个比赌更重要 平时我们可能在 保护自身安全方面 要多跟孩子讲 另外出现问题了 咱们也不需要惧怕 该怎么理性的解决 其实家长的态度 也在用行为告诉孩子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该如何应对 碧草清新说了 零零晚上好 我认为小孩子在幼儿园打架 如果是小打小闹 家长不必要介入 老师会处理 有的时候吧 你说家长这边 还吵着脸红脖子粗呢 小孩在那边都握手言和了 一起玩了 家长多尴尬 如果要是说孩子间 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这种情况下 家长应该出面 互相协商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作为成年人呢 不应该用武力 为孩子去解决 孩子之间发生的问题 这样呢 有理说不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 也要根据自家孩子的行为 来看自家孩子 平时的脾气秉性 然后酌情处理 切不可双方大打出手 这种行为 我认为不可取 的确啊 小孩子之间发生矛盾 最起码我们要先了解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问问孩子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来进行判断 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 孩子也会学习家长 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对他日后 作为成年人 来处理矛盾的时候 一定会受益终生 稍后都市即将站 来说说 未来一周详细的天气情况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绩 广州白云山陈礼绩 2022都市气象战 指手四季 一枝冷暖 关注天气的变化 袁天你好 你好 灵灵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战 刚才小北在室外的时候 也提到了 明天这股冷空气 就要带着雨雪来了 是 未来一周 可能这个气温就会有所波动 来跟我们说说详细的情况 好的 那受到一股比较强的 冷空气的影响呢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 我国北方将出现 京东以来首场大范围的 雨雪天气 那么雨雪天气将波及 20余个省 区和市 那么像华北以及东北等多地呢 是有中雨的 局地会有大雨出现 部分地区还会飘雪 像长春啊 哈尔滨等地啊 或将迎京东的首场降雪 那么从昨天夜间开始 其实辽宁就已经陆陆续续的 已经出现降水了 只是呢 雨量都不太大 那么明天白天 我们看到整体的天色 也不是那么的亮堂 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多地呢 预计 还是会出现震雨 或者是小雨的 但是这些啊 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因为对气温 其实影响也不太大 我们关注一下 明天温度情况 因为明天的早间 最低气温呢 仍可以达到5到13度 白天最高气温 是可以达到14到18度的 南风是4到5级左右 那么明天白天 出行的体感 跟今天是比较相似的 整体来看都是比较暖和的 在屋子里 甚至还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热 不过呢 冷空气不会一直 如此的懈怠 因为在明天晚间 冷空气要开始发威了 连着雨雪 还有大风降温 一个都没有落下 我们关注一下 有关这一次 雨雪天气 以及降温天气的 最新的消息吧 那么首先呢 明天晚间 各地的降雨量 会开始增大 入夜之后呢 省内大部分城市 会达到中雨 或者是大雨量级 然后在12号的早晨前后 会自吸向东的 然后出现雨转雪 这样的天气过程 那么降雪的主要时段 是12号的早晨 到12号的前半夜 预计呢 像铁陵 辅顺 以及本西 还有复兴朝阳 包括像康平和法库 是大雨转 雨家雪 转小雪 到中雪 局部地区 可能会有大雪出现 那么像大连市区 以及旅顺 金浦新区 长海 还有丹东市区 和东港 预计呢 是有中雨的 其他地区是中雨 到大雨转 雨家雪 全省大部分地区呢 会出现道路湿滑或结冰 像浮顺啊 本西啊 复兴铁岭 朝阳地区 以及康平法库局地 会出现积雪 那么降雪 伴随而来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大幅的降温 我们关注一下 未来一周的 详细的天气情况吧 那么预计呢 在11号的早晨 到13号 各地气温会下降 10到12度 其中呢 像中北部地区局地 可以降温幅度达到 14到18度 12号的最高气温 我们看到 其实还是可以达到 4到11度左右的 但是目前来看的 偏北风是5到6级 辽西降温 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到了13号这一天 这个断崖式的降温 就出现了 全省的降水是结束了 但是我们看到 气温是剧烈的下降 最高气温 普遍就只有5度上下 而早间最低气温 会跌至0到0下6度 北风是5级上下 13号和14号 这两天的早晨 温度是最低的 像是阳府顺 以及本西复兴 铁岭朝阳 最低气温呢 是零下8到零下12度 东西部山区 最低气温是 零下12到零下16度 而其他地区呢 是零下2到零下8度 那么随着这一场 寒潮天气的出现呢 我们逐渐就像 深冬过渡了 这衣服也是越穿越厚 所以别看未来一周 这个气温是有 回升的一个状态出现 可是冷空气呢 已经完全占据主动权了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防寒和保暖 好 这一时段 都市气象战 就是这些 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 天气信息 北部至三叉神经痛 签约有保障 02431517588 便秘不麻烦家人 加自用器 能自己使用 私行开赛录 圣经华邦 沈阳阵雨9到15度 大连阴转多云13到16度 安山阵雨11到15度 福顺多云转阵雨7到14度 本西多云转阵雨10到15度 丹东多云9到16度 锦州阴转阵雨10到14度 营口阵雨转多云11到15度 复兴多云转小雨5到14度 辽阳多云转阵雨11到16度 铁岭小雨8到15度 朝阳多云转小雨5到18度 盘锦阵雨10到14度 葫芦岛阴转小雨10到15度 甲重心节节 囊宠 观察怕恶变 移除怕开刀 北京超声进入名医 周末会诊 给你完美答案 024 2516 1616 您的担心我擅长太福养老 让夕阳更红 135 9183 1902 抠鼻子这个动作 再平常不过了吧 谁都做过 然而就是生活中 这个简单的动作 搞不好就要被推进手术室 下面咱们要说 一个25岁的小伙 平时就有抠鼻子这个习惯 没想到进医院了 看看咋回事吧 据多家媒体报道 浙江杭州的李先生 今年25岁 他有一个喜欢抠鼻孔的坏习惯 他的鼻孔经过 常年累月的伤害后 这几年 每到天气干燥的秋冬季节 左侧鼻孔就会毫无理由地流血 近日李先生又流鼻血 这次却怎么也止不住了 到医院检查发现 李先生的左侧鼻腔 已经形成了血管流 想要止住鼻血 只能动手术 血管流的形成 它还是跟一个血管网络的 反复的刺激 增生有关 我们鼻腔有一个 非常容易出血的区域 叫利特尔区 它在我们鼻中隔 这个前面 很多时候挖鼻子 如果从这个角度挖鼻子 可能就会挖到这个区域 反复的刺激 血管从增生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血管流 于寒冰医生说 鼻子其实是人体的 有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可以阻挡一些空气当中的细菌和有害物进入人体 如果爱抠鼻孔的话 就会损伤鼻子的天然屏障 反复发鼻子有很多坏处 比如说有鼻毛脱落 阻碍了这个 那个鲜毛毯的一个屏障 再有就是反复发鼻子 可以造成鼻前庭炎 还增加了鼻炎鼻痘炎的可能性 于寒冰医生说 鼻前庭炎 其实本身并不算非常严重的疾病 要命之处在于其转变比较快 比较重的感染 如果不经过及时的治疗 可能会引起海绵痘 血栓静脉炎 及周围蜂窝组织炎 而由于鼻部处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内 若炎症控制不好 有可能侵入炉内 从而危及生命 于寒冰医生提醒大伙 如果鼻子里有异物 正确的做法是这样做 如果是觉得鼻腔干燥 总有那种干净的鼻夹 咱们可以用生理性海盐水 进行喷鼻子 喷完鼻子之后 轻轻地去醒出来 这样是比较科学的方式 大伙可得注意 鼻子不舒服 尽量别上手抠 眼下是秋冬交换的季节 天气干燥 流鼻血也时有发生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人都会这样做 周围没有什么措施的话 就拿个手指弄成团 然后先止下去 这边的抬这手 这边的抬这手 完了就能好点吧 举手 毒指团 流鼻血后 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样做 这种办法真的有效果吗 举手 哪边出血 我就举手 举手之后就止血了 没有科学译据 首先说一下 指团天塞止血 它可能会破坏鼻黏膜 造成出血更多 再有就是 它指团有可能会有少量的碎屑 残留在鼻腔里面 遭生感染 于寒冰医生说 仰头止血的办法也不可行 鼻血回流到咽喉 当出血量较大时 还容易吸入气管 堵塞气道 危及生命 当流鼻血时 正确的做法是这样做 如果在加的时候 出现鼻竹血 比如说咱们右侧鼻竹血 我们可以用食指 可以这样去压住鼻腔 头稍低的姿势 这样压5到10分钟 多数的时候 鼻竹血是可以止住的 如果是反复几次 止血不成功 咱们需要去医院就医 这个有喜欢抠鼻孔 这样习惯的朋友 一定要提高警惕 抠鼻子是个坏习惯 千万要改 现在天气干燥 在家上已经供暖了 鼻子干燥 流鼻血的情况也会常有 这个屋里面咱们注意保湿 比如说放点水 或者用加湿器 鼻腻膜湿润了 可能会好一些 你看凡事都讲究科学的方法 管教孩子也一样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说了这个新闻事件 就是孩子之间发生矛盾 大人该如何来处理 我发现今天参与这个话题的 我们的很多观众 素质都很高 很理性 分析的也都非常清楚 很多方法做的也真的是非常到位 嘎拉留言 他说玲玲晚上好 如果我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 我第一时间要去了解 孩子为什么打架 如果是我家孩子的错 我会找另一个孩子的家长 当面和家长沟通 让我家孩子当面道歉 如果错在另一个孩子 那我也不会直接责备那个孩子 我会先找家长 两家的家长来解决问题 小孩子都是今天打架 明天就好了 还能一起玩 别因为孩子的事来影响两个家庭的生活 毕竟你说接送孩子低头不见 抬头见挺尴尬的 这也是我的想法 不知道大伙同不同意 他的意思就是说 孩子之间的事情孩子来解决 家长之间的问题要家长来沟通 别弄拧了 是安宁啊 这位朋友留言 他说我觉得孩子在幼儿园互相打架 不能算霸凌 当然了家长必须管教 打人的鲁某某一家 到人家家里去教训人家孩子 家长接待了 搬凳子 让自个儿家小孩乖乖听讯 可能是长辈管教无力 但是不应该是刻意乎短 否则不会让对方进门的 根本也不会开门 那成年男人如果用这样的力道 去打一个五岁的小孩 我看了真是接受不了 对 打人 用大人打孩子 这指定是不对的 这个 但是他回到事情的这个最初 可能作为打孩子的这方家长 可能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第一时间 去鲁某某家 给孩子和对方的家里来道歉 其实这也是引发后续矛盾的一个导火索 当然了我们看到了 就是鲁某某啊 你说一个成年人 直接这个打孩子 打对方的孩子 这个指定是不对的 如果是自己的父母 打自己的孩子 这叫管教 谁也无法忍受别的家长来打自己的孩子 这是两个意思 对吧 关于这个话题 也期待更多朋友来参与 我发现今天参与的朋友 可能都有话要说 大家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 所以我们彼此来探讨一下 看看什么样的解决方式更适合 辽宁集中销毁160吨清泉假冒伪劣商品 涉及口罩 烟酒 小家店多种商品 无害化处理 安全又环保 发现清泉假冒伪劣商品如何投诉举报 稍后详细说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新北方有三沟多粮香 特约播应 11月9日 0至24时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33例 其中广东500例 河南178例 重庆123例 内蒙古107例 四川48例 山西35例 北京34例 新疆32例 云南14例 湖南13例 陕西12例 黑龙江9例 甘肃7例 山东6例 辽宁4例 浙江3例 天津2例 福建2例 江苏1例 贵州1例 西藏1例 青海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691例 近期 教育部指导地方接连查处了多起面向中小学生的违规竞赛 涉及奥林匹克英语大赛 希望数学 华术之星 五阳碑等 军属违规竞赛 正规竞赛请参照2022至2025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近日 南京图书馆馆员丁峰因为修复了两册国宝级古籍原课本一书 永泪前方而走红网络 作为一名90后 小丁说他从业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 看着700岁的文物 在自己手中再次绽放崭新的面容 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在2022进博会上 亮相了新一代曲纹技术 这种用低绵度硅油创造出让蚊子厌恶的肌肤状态 可以触发蚊子的逃跑行为 从而有效阻止蚊子在皮肤表面停留 大大降低被蚊子叮咬的发生概率 11月11日晚 一次赏星月幕的火星合月将亮相天雨 届时只要天气晴好 凭借肉眼就能目睹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 微微泛红的火星将位于月球右下方 灿若宝石 有句话叫假的真不了 假冒伪劣商品 大伙真的深无同绝 从国家到地方都在严厉地打击 制受侵权假冒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最近我们辽宁集中销毁了160吨 清泉假冒伪劣商品 此次全国清泉假冒商品集中销毁行动 共有19个省市区参加 活动中四川绵羊市作为主会场 辽宁 河北等作为分会场 11月10号上午 在辽宁分会场 这里集中销毁了近一段时间 全省所收缴的清泉假冒伪劣商品 那现在是上午9点半左右 所在位置是 沈阳市沈北新区光大能源 待会可以看到我身后 所摆放的这些物品 就是我们即将马上要进行集中销毁的 我们辽宁省清泉伪劣的商品 那在现场我们了解到 此次所有销毁的这些商品 主要包含像口罩 走私烟 酒水 纺织用品 还有一些小家电等等多个品类 当天上午10点 这些清泉伪劣商品 开始统一进行焚烧销毁 记者了解到 所有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 均采用无害化处理 在焚烧之后产生的热能攻击 热电厂进行发电 既安全又环保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辽宁省和沈阳市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自受假冒伪劣商品 工作领导小组 邦屋市 联合承办了这次销毁行动 对我省多家知法机关 收缴的口罩 走私烟 食品 酒类 纺织用品 防水建材 小家电 服饰等 160余吨 侵犬假冒物品 进行销毁 货值2000亿万元 刘生说 这次处理的侵犬假冒伪劣商品 主要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 海关 生态环境部门等多方执法所缴 此次行动 竟一并彰显了国家持续压力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自受假冒伪劣 商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觉醒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家护航 为营造辽宁省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共享力量 欢迎消费者监督 如果在市面上发现 有侵犬假冒伪劣商品 以及不合格产品的 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投诉 和其他商品不一样 消防产品它具有特殊性 主要在灭火急救 以及逃生等方面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消防产品一旦出问题 那是要危及生命的 为了消除因为消防产品 和消防设施带来的安全隐患 葫芦岛市最近开展了 消防产品打假专项检查 在葫芦岛市 某消防产品销售网点 消防人员正在对 店内的消防应急登具 灭火器 消火栓 消防水袋和防火门 等消防产品进行检查 并依据消防法 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要求 向网点负责人 提供的进货渠道 生产厂家信息 消防产品准入资格等 进行了重点检查 你这冥药剂是从哪儿进的 青岛楼山 这都是青岛楼山的 对对对 你这一共有多少每回进的吗 每回进呢 我们进都是比较多 因为我们是属于疗血总带领 这多大 这是三公斤干净冥药剂 这保质期多少年 保质期一般都是三年 随后 葫芦岛消防检查人员 对另一家重点单位的 消防产品和消防设施 也进行了检查 在平时你培训吗 多年培训你 这个 这个微信消防站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会说 正常的话是一年两回 我有微信消防站 一个月一会说 对 那几个月没消防站打 在现在五位 楼上几个出口 楼上两个出口 门都开着 都开着 一楼打那会打个锁 正门 不是现在疫情防控 这医院也是特务行动 据了解 消防产品专项监督 检查行动期间 葫芦岛市消防救援支队 累计检查社会单位 五十余家 处罚1.2万余员 有效打击了 全市消防产品销售 使用领域的质量问题 首先检查灭火器 然后拔开火炎 对人火焰根部 压发灭火 观察这个指指是吧 对 消防产品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当发生火灾时 消防器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出现劣质产品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么如何识别消防产品真假呢 消防也教大家几招 一是核验身份 二是查看压力 三是核实日期 下一步呢 葫芦岛市消防救援支队将继续加大对消防产品质量的检查力度 严厉打击 制假 受假的行为 为净化消防产品市场环境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要说个好消息 辽展品质生活季 皮草羊绒服饰 明优美食购物节 11月9号到14号在辽宁工业展览馆要盛大举办 各种款式的羊绒 鸵绒 皮草 齐聚 辽展 至优 价廉 产地直发的果蔬生鲜 甘果熟食等等 还有秋冬的暖茶等着大伙来品尝 展会现场呢也有好礼相送 数量有限 欢迎到辽展来选购 今天咱们说了一个新闻啊 就是孩子之间发生这个矛盾 大人结果处理不当 你看这个打人的鲁某某还被刑拘了 这个事件 我们也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 就是今天刚刚看到网上有一段 疑似鲁某某的家人登门道歉的视频发出 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位女性啊 突然间下跪 向被打孩子的家属请求原谅 对方也进行了搀扶 说阿姨您起来吧 所以你看本来是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 最后演变成大人之间的矛盾 一个被刑拘 还被全国这么多这个网友在关注 这个代价到底值不值得 但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 反思的机会 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来处理 大春就说 他说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男同学和女同学打架 结果就演变成双方的父母打架 两个孩子 两个家长呢都被刑拘了 本应该大事话小事话了的事 就因为冲动是魔鬼 我儿子在学校以和同学发生过冲突 但是孩子们都是第一天生气 第二天就好了 最后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成了最好的朋友 现在他们长大了全都是成年人了 有的还来我家吃饭 说多亏你当年的大度 我们才成了一生的同窗 今世的好友 我儿子同样也养成了一种待人宽厚的性格 并不吃亏 有的时候吃亏也是一种福气 所以孩子之间有一个磕碰很正常 如果伤得很严重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这位家长的处理方式 真的引发了我们很多人的思考 首先可能作为家长第一时间知道 自个儿的孩子挨欺负了被打了 肯定特别生气 但是生气之余 你要考虑怎么处理 对孩子成长最有益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你多大鞋 我多大脚 这说的是玩笑话 可是没想到真有人 这心里没谱 前几天大连一位车主 开着货车就卡在路上了 为啥呢 撞上陷高杆了 11月6号上午9点 位于大连市普兰殿 老殿街附近 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乡市货车 撞上了陷高杆 导致交通受阻 大连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后 发现乡货已经撞碎 但是并没有完全脱落 于是救援人员 立即用五尺锯 对车厢连接部分进行切割 很快就取下了脱落的货箱 11月7号凌晨一点多 辽阳市洪伟区 沽鱼树村猪圈起火 辽阳消防救援人员 立即赶往现场 途中还提示报警人 疏散人员切断电源 到达现场后 救援人员发现 起火点位于猪圈南门的 东侧内部 起火物质多为杂物 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 救援人员立即出动 一支多功能水枪 进入猪圈内部灭火 不到一个小时 现场的大火被完全扑灭 目前起火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今天互动话题 咱们说的是 如果你的孩子被对方孩子打了 挨欺负了 你该怎么来处理呢 参与的朋友特别多 李渔达挺说了 我小时候要是因为打人 被找到家里来 我爸肯定会当着对方的面 看似很大力 其实不很疼的抽我一下 对方也不好说啥了 然后我爸再带着我去道歉 对方也能接受 后来长大了 我也是这么管我家孩子的 言传身教 奇妙幻想说了 我家也有小孩 其实幼儿园的孩子 抢东西 打架 时有发生 真不用大人那一套 他们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这种孩子之间的事 大人少参与 大人负责大人之间的 赔礼赔钱和道歉 小孩子自己会决定 今后怎么和对方相处 我家孩子和其他孩子玩耍中 出过血破过像 同事家孩子 也把别人家孩子伤到缝针 但是绝对是理亏的一方 百般道歉 受伤的一方 也不会殃及到孩子 小萌宝说 我觉得这个事值得被探讨 双方的家庭教育都有缺失 都应该好好地自我反思 一方面你看 就是这个孩子用暴力伤人行为 这可能是家长教育的问题 另一方面 那个大人鲁蒙蒙 你动手打一个孩子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说今天孩子挨打了 你出手了 难道你要替孩子出手一辈子吗 我发现今天大家探讨了 都说得非常有道理 在理 也希望这个事情引发我们所有人的关注和反思 稍后